好的 我们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 线线留出了一部分吗 这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线线啊 给它这样卷一下 塞到它这个 小角角里边来 塞的时候要注意啊 要给它整理好 形成一个既饱满 又能够体现是一个小角角的效果 塞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塞到里边啊 你可不要浮在表面 浮在表面一会我们缝合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就把它当成边缘 就缝进去了啊 那样就会非常的不稳过 记住了吗 好另外一个也如是啊 我们要给它稍微的卷一下 然后呢给它塞到 这个角角里边来 也不要塞的太多啊 它就足够你看就像我这样 就已经足够好了啊 不用特别的饱满 只是为了让它在缝合的时候呢 第一特别好缝 有一点很饱满的感觉 第二呢 就是缝的时候呢 不至于因为它是两个小片片 而导致我们缝的时候呢 不好缝啊 所以大家不要塞太多啊 我已经强调了 你弄个二三十厘米的塞进去 就已经足足够了啊 好了 我现在就要正式缝了啊 离到位置 远近 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 用的线也讲过了 我们就正式的开缝了 先缝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很好缝啊 不论怎样 只要第一个完成之后 让第二个跟着第一个 保持一致 就可以了啊 哎 怎么跑这么远了 还是那句话啊 缝合的时候 沿着这个小角的四周 一圈都给它缝上 同时注意 你的帽子 万万不可以给它 扎成两层一块 跟它缝了啊 如果那样的话 就是太糟糕了啊 我们可以在 缝合好几针之后 就把它这样 像我这样啊 提起来给它缝 因为你提起来之后呢 自然是有分寸的啊 它不会两层扎在一起 但是千万不要连续了一下 夸夸缝了好几针啊 一定要给它啊 稍微的整理整理 一边整理 一边给它缝合啊 因为我又要考虑到 各个角度的问题 还要和大家一起这样缝 所以 这个缝的速度啊 很有可能还没有拟快 而且我还要站着 要考虑到话筒 和手机的这个角度 你就不用了 你就可以铺在桌子上 认认真真地缝了 好 一边缝呢 我们真的要一边地 检查它啊 不要出现 很高兴缝了好几针 连着缝好几针 最后再一看 哎呀缝歪了 那就是最糟糕了啊 所以这个位置呢 也是考验大家的耐心 我们一定要一边缝 一边 在 各个的角度啊 检查它 是否 我们要求的 这个 样子啊 有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 这个方式来 缝合 另外 有不好的地方啊 一定要及时的 给它调整啊 并且修改 哇 真好 尤其于角啊 和其他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缝好之后呢 要在 这个位置啊 把 一定要记住 把绿色的 这个 帽子这部分毛毛啊 给它 弄出来啊 这样它就会 长得非常非常的 自然 不要弄这个 这个 这个黄颜色的毛毛啊 好了 既然我们第一层 已经缝得很好了 那么 第二圈 再缝一遍 第二圈 第一是为了加固啊 第二是为了 调整你的 所有的位置啊 比如说 哎呀 你怎么觉得 自己怎么 太靠右了 或者太靠左了啊 都可以通过 第二圈来 重新再次调整 记住了吗 之前给大家讲过了啊 因为时间充裕 我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 缝第二个 小角 但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我呀 万一要是缝得不整齐 怎么办 基本上我都是缝完一个以后 第二个 会自己单独啊 认认真真地来缝的 希望这次能够缝好啊 好 已经足够稳固了 我可以在这位置 多缝两针 整理的方法 整理的方法 已经教给过大家了 好 按照我刚刚说的方法啊 缝好第一个 然后马上进行第二个啊 第二个是最难缝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总在 下边偷偷地缝合第二部分 比如我耳朵 比如我眼睛 我总给大家介绍一个啊 第二个 我肯定不跟大家这个镜头面前来缝合它的啊 因为我要给它左右调整 要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很有可能还会再磨蹭一下 弄得更好 找到最好的角度 等等 好 我要开始了 祝福我爸 要看角度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问题 那就继续 好 好的 赶紧比对一下 没有出现大纰漏啊 再检查一下 缝了一圈半 也还好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给它剪断了 剪了之后呢 依然是我之前 教给过大家的啊 我们要在 它的联合的位置啊 把绿色的毛毛 给它扯出来啊 千万不要扯 那黄色的毛毛啊 只把绿色的毛毛 给它揪出来 让它以一个 非常自然的状态呢 来呈现就好了啊 包括后边的啊 另外一个 哎呀 这缝的比那个 更结实一些 还是在你们的 监督之下 缝的最好啊 小牛 这个小小的脚 就已经完成了啊 然后 一会儿呢 我们会给大家 把它这个小嘴嘴啊 一块儿缝在上边 之前不是给大家 看过这个嘴嘴吗 对不对 非常非常完美 角度也合适 但是这个嘴嘴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缝合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让它的下眼 贴着我们之前 穿帽子绳的这位置的这一边 万万不可缝到这儿啊 如果你缝到这儿的话 你这儿有固定 所以你里边那根抽绳 忘了吧 抽绳就该不能移动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缝在这个眼儿这儿 因为你这儿怎么缝都没事啊 不会影响你下边的那个抽绳的运动 记住了吗 一会儿呢 缝合完它之后呢 我们就要缝合它的眼睛啊 以及眉毛啊 眼睛上那个亮闪闪的那个那道光线 都会一起和大家一块缝好 然后大家准备好自己的东西吧 刚刚刚这点的这个难点介绍呢 给大家已经其实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所有的对称的部分 第一个都非常好缝 第二个在缝合的时候 即便是你 即便是你第一个没缝好 那么你也按照那个坏来缝 那么两个形成对称的一致的 这是我们缝合的一个要点 明白了吧 好了加油 下一个视频见